这两年中国引进的印度电影越来越多,深受大众喜爱,文化软实力也反映一个国家的实力,越来越多优秀电影的出现,说明印度正在崛起。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电影为护殿霞,电影根据印度真人真实改编,故事原型就是前文提到的阿鲁纳恰拉姆,近年来的印度电影,在国内评分都比较高,这和电影质量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关系紧密,电影护殿霞是根据真人真实改编,反映当前印度女性面临的社会问题。 在印度的传统风俗中,女性生理期被认为不及而让人们秋于提及,很多女人深受传统习俗的影响,使用过旧的棉布条度过生理期,给健康带来很大的隐患。 男主为了爱妻及家人的健康,顶着变态的舆论压力,开始卫生护电的创业,最终研制出生产卫生护电的器械,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,让印度更多女性可以使用安全卫生的产品。 男主也因此向发明,获得全国创新发明冠军而一举成名,成名后一方面他也想要有富足的生活,另一方面他仍然记得制造机器的初衷,让千千万万的印度姐妹用了起卫生机。 如果将专利卖出,市场上的卫生金价格不会下降,这也违背了他的初心,于是他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,申请专利之后,将专利开放给世纪,相当于一个软件开源。 这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女性用得上低廉安全的卫生巾。 不仅如此,拉克西米还和帕利一起走街串巷,在印度广大的农村逐渐设点,推广卫生巾的使用,并出传统的不安全的处理方法。 拉克西米最初做卫生巾,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妻子免受疾病的困扰。 直到后来才想到我服务千万妇女,她从不曾放弃,无论被误解还是被敌对,她都在坚持自己的处心,牢记自己的使命,直至成功。 在国内卫生巾市场,越如易卫生巾,一直以国际顶尖品质。 为客户提供舒适精气呵护,不断研发多种系列卫生巾,适合不同体制人群使用。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